今天是操郵輪的第二天 從丹麥來到納威的首都Oslo 這個呢,Oslo的碼頭,郵輪的碼頭 這個呢,就是登船的地方 我們呢,準備試一試 去納威的首都 Oslo的自由行 一天的自由行 這個是碼頭 我們呢,準備從這個碼頭 去諾貝爾獎金中心 這個路程怎樣呢? 可以坐的士7分鐘就可以到 夜可以行路 二十三分鐘 夜可以坐巴士 二十日分鐘 所以我們這幾天呢 行路 去諾貝爾獎金的中心 這個是行路的線路圖 大概要走二十三分鐘 我們呢,要走海邊 來探一探海邊的風光 這個是行海邊 走到海邊之後呢 就到了諾貝爾獎金的中心 這個是諾貝爾獎金的中心 我們為甚麼要先來諾貝爾獎金中心呢? 因為諾貝爾獎金中心呢 是一個博物館 那裡頭呢 有 Osslo 的嘗試 PASS 賣 有一個PASS 就可以任意交通工具的 有些博物館呢 又不用買門票的 所以呢,我會比較方便 所以呢,就買一個 跟溫哥華一樣的 Day巴士一樣 可以用二十四小時的 那走完諾貝爾獎金中心之後呢 我們就過 準備過對面的 一個標點 叫做 市 市的意味中心 在各地市議員的 開會的地方 訪客 會 vamno 這個是 房工的地址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